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自去年5月份以来的第十次连续加息了 持续加息居民对住房的负担能力恶化 数据显示本地经济已经显示出转弱迹象 根据澳大利亚央行的一贯作风 经济不好那加息就要认怂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2022年Q4的澳大利亚的一些数据 本月初澳洲统计局公布了GDP四季度增长率仅为2.7% 符合经济学家的共识和澳联储最近的预测 但是季度增长率为0.5%低于预期的0.8% 表明经济增长在放缓 背后原因主要为高通胀导致生活成本上升 以及高利率环境下商业投资的放缓 澳联储也在2月的会议上预测了 2023年2024年的GDP增长率将低至1.5% 然后从2024年的Q4开始缓慢回升 还有一个澳联储密切关注的指标是家庭储蓄率 消费支出不断提高 12月的家庭储蓄率已经低至4.5% 使自2017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已经连续五个季度走低了 另外最近公布的CPI年率为7.4% 也低于一期单期增长能量高于工资数据 也许疲弱的工资数据和家庭储蓄率多了 澳联储相信 乌甲工资螺旋上升的风险仍然很低 澳联储行长菲利普洛 最近在AFR商业峰会上就是这么说的 他表示澳大利亚的通胀和薪资前景 不像美国那样令人不安 他只是通胀已经见顶的观点 因为经济不乐观吗 菲利普洛说 澳联储讨论了货币政策长期滞后 已经多次加息的影响 以及借在成本上升对家庭的影响 他老人家原话就是 我们更接近暂停加息的适当时期 一边有更多时间评估经济状况 在什么时候停止加息合适 将由数据和我们对经济前景的评估决定 澳联储准备逐月做出反应 如果未来的经济数据支持暂停 那可能会在4月4号的下次会议上选择这么做 虽然若本人去年也讲过暂停加息的话 但是这次似乎和二联储的声明趋一致 变得各位可信 这一鹰派信号导致市场将可能达到的利率峰值 从一周前的4.35%下调至4.1% 这也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国会的超鹰派发言形成鲜明对比 鲍威尔警告称 今年初的强劲经济数据 可能使美联储不再继续放缓 而是要加快加息的脚步 最终利率水平可能高于之前的预期 根据智商所Fightwatch显示 目前市场预计三月初 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 已经上升至70%以上 这种实际利率与央皇货币政策的背离 导致澳元对美元全天都在下行 即使加息澳元也撑不住 当天一共下跌了2.2% 至0.6580的四个月低点 澳元将何去何从 目前用技术分析分析 我的个人观点是澳美日线图上 下行动能强劲 价格较小概率很快出现反转 用经典的Fibona去扩散工序测算 该货币对监量测试 下一关键支撑位 0.6550到0.6530区间 如果继续下铺 该区间价格可能会跌到 0.6420%前后 或0.64左右 反正如果多头上工 那超过了0.67%以上 讲真的概率不是很高 则看空偏见失效 另外鉴于美元指数 大概率佔稳到105.5的压力位以上 朝向108运行 那后续如果相关经济数据 均符合美元DOTA的预期 那甚至澳元可能会低到 0.6230%前后 Fibona去预测工具 只是技术分析的一种方法 还可以用K线和均线去做分析 具体我就不一一说了 感兴趣学习了解的朋友 可以通过微信或小助手找我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